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東西串在後面 所以基本上我的習慣是先做一個頭 再把這個後面的字串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串到後面去 其實這個邏輯 我只要怎麼樣把它裝 end符號 公式跟字串 字串一定要雙引號開頭 貼上之後的話雙引號結束 這個規則如果你慢慢習慣之後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我們預先要看到的類似像這樣 但是問題是這邊有個N 這邊有個N 這兩個N我要把它完成 那這個N的話呢 實際上是算完年之後 還剩下幾個月啦 所以其實這兩個是相關點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這裡 問題貼你不能直接貼 因為它現在呢 是一個字串 你貼到裡面變成它怎樣 顯示出來就變成 變這樣子 不對它不接受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 這個可能要 多做個幾次應該就熟了 1 先把一個字串切開來 切開來就是從N 順便把它清掉 這樣子的話呢 它變成兩個了 這個是前面 這個跟前面 這個跟後面 變兩個 中間呢 就要放一個公式 所以endend 移到中間 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呢 再把它貼到這個中間 那貼上之後我要是ym 所以這邊再把它改成m就可以了 打個勾 OK 好 這樣的話 10個月 他45歲 他45歲 10個月 他的生日8月 還沒到 對 10個月 10個月 然後又幾天呢 幾天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嘛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endend 移到中間 好再把它貼上 這邊把它改成m d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熟練的話呢 真的一下就可以做完了 好打個勾 OK 又六天 10個月又六天 因為他5號嘛 理論上應該沒錯啦 你們也可以再去 去驗證一下看對不對 那底下的部分呢 就全部一次就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dative來算那個年跟月 還有日 其實日的話 也都OK啦 其他就是 剩下來的月 剩下來的天 基本上 都也可以一起全部算完 也就是說呢 如果沒有dative 要把這件事情做完 哇 真的很麻煩 對不對 頭很痛了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每一個每一個人都要 從頭 再用人工的方來算的話 那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這個東西做完之後呢 我當然會想說 之前老師講過說 是不是可以把函數變成VBA 最好怎麼樣呢 一鍵按下去旁邊也可以 就是也可以直接就全部完成 那最好 就按一下它 當然我這邊demo一下 現在不行 你看程式好像剛剛把那個改掉了 那當然我這邊可以吧 不過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可以讓它run 我先demo一下 按下去 輸出清除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像之前一樣嗎 兩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執行就好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VBA裡面 沒有一個函數呢 可以取代 dative 因為呢 有類似的 像dative 多一個f diff 可是問題它還是沒那麼好用 它沒有辦法說給它兩個 給它一個參數它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果issail裡面已經有這個函數可以用 那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那我乾脆怎麼樣 我乾脆就是這個VBA裡面東西呢 實際上就是動態把公式塞到裡面來 動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看起來 雖然實際上它是會去執行 但背後呢 其實你把它點下去 它裡面其實也是公式 也就是動態的塞公式到裡面去就好了 那這個它好處就是怎麼樣 有些時候VBA裡面沒有辦法有更好的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不如怎麼樣 就直接拿issail裡面的公式 拿來用就好了 這樣你還是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對不對 有時候反正 你以前寫過只是說你希望不要自己在那邊 每次都還要再去下一次公式再做一次 你希望按下去一鍵按下去 它就全部呢整個工作表全部的 結果就幫你顯示出來了 OK或者自動跳很多工作表自動啪啪啪啪全部都自動化了 反正你以前做過事情全部串在一起 一鍵按下去自動 自動化就完成的話 那其實這個部分你就有必要學習 也就是說呢如果原來你會這個的 你要把它跟 VBA 直接怎麼樣你不重新去思考 VBA的 對應的什麼 公式 那個函數怎麼用的話 其實直接丟公式也是一招 而且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 丟 到這邊來 他剛好就可以執行 那這裡的話你可能就要思考一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說一樣 我們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對不對 接下來呢一樣的 先把它拖拉到這邊 那一樣先插入一個模組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按右鍵嘛插入模組 然後呢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 也許我的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也許叫年齡好了 年齡按確定 是sub 對應到按鈕 那可是問題呢我現在 for i 等於15列 到第 假設這一串先拿掉 第15列 沒錯 到第19列 我要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一個公式 公式要怎麼輸出呢 特別注意 你可以 直接把 這個公式 把它怎麼樣呢 複製之後 不過記得 郵標一定要取消一下 否則你現在切到那個 VBA他點不下去 為什麼因為現在郵標 還在這裡 所以請記得按取消 再把它怎麼樣 貼到 這個 雙引號裡面 關鍵來囉 但是呢請記得喔 如果你要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喔 請記得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如果你原來喔 假設我貼喔 OK 假如你原來 的公式裡面呢 你這個公式裡面呢 已經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喔 記得喔 這個雙引號怎麼樣 要把它變兩個雙引號 你想說老師幹嘛這麼麻煩喔 到底很簡單 因為 VBA裡面已經有雙引號嘛 他已經用了這個雙引號表示自傳 你現在又用了 這個東西也放在裡面 他又分不清楚是 到底你這個是 雙引 VBA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為了 做區隔 他會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要把它變兩個 變兩個 那問題喔 你會發現喔 哇這邊很多嘛 所以你要從頭到尾 慢慢去改的話 很辛苦 而且還不能改錯 少一個都不行 你不能漏掉任何一個 所以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這個方法 假設你要一個一個慢慢改 真的很 很麻煩 而且很容易漏掉 漏網之魚 那後來呢 其實也是我自己想 我想說 幹嘛那麼辛苦 不如怎麼樣呢 你就把那個有一個 簡單軟體 像什麼 記事本之類的吧 附屬用程式裡面呢 不是有個所謂的記事本 記事本裡面不是有個功能 叫做什麼 一個變兩個 那你可以講 編輯不是有個取代 取代不是一個變兩個 這樣比較好了 而且還保證不會錯 全部取代 OK 這樣子有沒有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做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 記得喔 輸出的話就是把公式 放在這裡 他幫我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他就會幫我執行 OK所以這樣就OK了 雙引號變兩個 OK用取代最簡單 而且保證不會錯 OK 那你要慢慢自己改 可以啦 我強烈不建議 因為連我自己 之前都 常常漏掉 為什麼 因為真的 所以要想一些方法 讓自己程式 一定不會犯錯 這樣就一定可以把程式寫好 所以我都會想一些 比較特別的方法 所以OK 那做完之後 第一個問題解決 我剛剛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輸出 這應該沒問題吧 For i 等於 15列到第19列 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 H欄 有沒有 這邊我們把H欄 放VBA好了 那就把 後面的公式幫我丟到什麼呢 丟到他的儲存格裡面 我把他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可是你會發現執行之後的話 他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怎麼每個都是45歲 10個月又6天 好像是同一個人 那這個地方的問題在哪裡呢 這邊的15有沒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每個都是15 他並沒有跟著那個i的值 跟著他變動 所以你只要第二個問題解決的話 那你這個輸出公式就搞定了 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 裡面的15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特別是 你不能直接 打個i上去 你要 在 15把它改成i的話 第一個一樣 跟剛剛那個串接公式還蠻像的 先切開 因為它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你要先把它切開 所以切開的話15選起來 切開就是兩個算以後 移到中間 end 再把i放進去就可以了 跟剛剛那個放公式好像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不對 只是剛剛是放daddy我現在是放i 但是呢 VBA有個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呢 他end 前後要空白 就是不一樣而已 不然其他都一樣 再來的話一樣嘛 這個15 我再做一招 所以你也可以背口訣 你只是怕錯 我的習慣是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放個i 然後再把空格 空一下 這樣子保證不會錯 以後如果你要在一個字串裡面放個變數的話 的方法 基本上都一樣 因為有15有好像有三個吧 所以雙引號兩個移中間 然後end end 再移到中間 再一個i 然後再空格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好做完了 程式也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 關鍵的時刻 如果這個不ok的話 那這樣應該 就可以把我們原來的公式 順利的丟到儲存格裡面 並且幫我執行 那當然不是只有datif 以後所有 你只要以前寫過任何公式 都可以利用一樣的方法 你要注意兩件事 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沒有那就跳過 第二個有沒有 列號 如果有你就改這兩個 其他都不用改 這還蠻方便的 這樣的好處是以後VBA 也可以使用Excel裡面的公式 有沒有 兩邊不是互通的嗎 這還蠻重要的 蠻好用 最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這邊會 剛剛都不會變 現在執行會不會變呢 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 這邊跟這邊就一樣 清除我想自己寫一下 清除應該蠻簡單 就裡面控制串 所以自己在做按鈕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這個部分的話最重要是因為剛好 VBA裡面沒有一個函數可以取代它的 所以剛好我們也順便來練習 如何丟公式到儲存格裡面 配合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工作裡面如果你會這一招 其實就已經 可以在很多地方 快速的把 把你的那個 需要自動化的部分全部 一個回圈 反正你可以輸出很多藍 現在我們只有輸出H藍 那你也可以A B C D E A 全部都把它輸出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很多人 每天如果都要做一樣輸出公式 向下填滿輸出公式下 你乾脆就包一個 VBA的回圈 然後放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OK了 未來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也可以跳工作表 一直讓他自己跳 自己就全部完成了 甚至一個報表 一個圖表 一個跟著顯示 後來後面你可以自己再去 配合像樞紐分析 圖表 報表這些 還滿方便的 不見得說 以後一定要 自己那麼辛苦 VBA要重新思考 函數跟VBA 兩者之間 其實沒有很大的鴻溝 其實我覺得 就看你怎麼使用 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 看你實際上工作需求而定 不要沒事 因為為了要想城市想破頭了 不用 不用那麼辛苦 有時候反而用這種方式 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 不過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就是效率可能會不好 因為他一直丟公式 所以呢 他丟的公式會很長一串 跟那個 用VBA做完丟的 那個效率會不好 第二個呢 可能他檔案也會變大 因為你丟公式 你可能丟一個值 他可能只是幾個字 但丟公式可能一串 所以相對的 你的椅子的檔案可能會變大 所以這可能要取捨一下 這種方式雖然簡單但是 還是會有一些 他的缺點 然後 然後 然後